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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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枝 财枝 没事吧你 小妹 大汗哥 我没事 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大汗 哥 你没事吧 大汗 我没事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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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對不起 哥… 小心, 走 快 你讓我下來吧 別動, 我背得動你 怎麼樣 大汗哥他 你還是讓我自己走 你… 別任性了 還是讓我送你回紫雲安吧 紫雲的師兄們為了救我 死傷那麼多 比起他們 我這點傷算甚麼 你還是趕快回去看看他們吧 小妮 我… 我對不起你 你不要這樣說 你沒有對不起我 你真的… 真的要出家 你是個好姑娘 腳下的路還很長 你不要再說了 小妮 即使沒有我 你也一樣可以生活下去 一樣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給不了你幸福 也許明天 我就會死在佟大寶的手裡 不要說死 否則他一定會保佑你的 你讓我說下去 你要振作 你不要因為我 而失去你的幸福 小妮 法政 法靖 三角 法明 法能 你們幾個擅自下山 按司規當逐出寺院 師父 請不要趕四位師兄下山 是我一個人犯規在先 他們是為了救我才下山的 先犯後犯 一日出發 師父 我犯錯知錯 一定改錯 你為什麼不要趕我下山呢 師弟 我是他們的長輩 放他們下山的是我 該罰的是我呀 逐出山門的 應該是我 師父 沒有長老的責任 一切過錯和責任 都是我 師父 是我的錯 饒了我們 饒了我們吧 你們以為這樣 可以法不至重嗎 師父 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 你們別著急 師父還沒說怎麼處罰你們呢 我念你們拯救人命 從慶發落 法爺 在 打他們二世法杖 啊 送達謀怒 師父 師兄 師弟們甘願受罰 可是 叫你咋就打 是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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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世法杖還不把人打死啊 師父你想想 法爺師兄和法政師兄正有心病 指仗師兄各個力大無窮 那一仗下去還有輕重啊 你說得也是啊 我怎麼偏偏要打法杖呢 對呀 師父如果真的要從輕發落 就應該讓幾位師兄回草房好好練功 再罰送 一千遍一萬遍也行啊 偏偏要發二十法杖 你快去跟法爺講 一定讓他們輕點打 千萬別把他打壞了 弟子明白了 回來了 回來了 這話只能對法爺一個人講 明白了嗎 明白了 去吧去吧 師父 慧玉師太來了 正在方丈室等您呢 好 知道了 給我狠狠地打 打 大師兄 大師兄 使勁打 你正事不辦 你不想辦法去對付佟大寶 卻去懲罰自己的弟子 你就這麼忍心狠狠地打他們 師妹 二十法杖打不死人 你連一法杖都不想挨的 師父 師父 不得了啊 大師兄他們真往死裡打呀 怎麼發現他們真打 師父是沒看見 大師兄他一定是公報私仇 他們就這麼實際抡著打呀 你都看見了 這還有錯 刑坊裡面像殺豬似的叫到豪慘 法政師兄他們一定都給打壞了 哎呀 這個法言我不是跟他說了嗎 怎麼下手還這麼重呢 那 我去看看 師妹 師妹 還是我去吧 法政 你怎麼樣 好 大師兄 謝謝你 我沒事 小妞已經回到紫雲安了 你就放心了 師兄師兄 師父來了 快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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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我趴的才對嗎 錯了 這怎麼了得 法政 他們打壞你了吧 師姑 你告訴師姑 他們打傷你哪兒了 沒事 沒事沒事沒事 你讓我看一看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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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在哪兒了 上哪邊筋骨了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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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一看 不要緊 法政你讓我看一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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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 三角 是不是還沒挨夠啊 我再打你一下怎麼樣 哎 哎 哎 睡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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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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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了啊 睡覺 睡覺 這叫怎麼睡啊 哎 什麼怎麼睡 就像原來一樣睡呗 真是 哎 可如今還能像原來那樣睡 就怪了 哎 我說兄弟啊 我看你啊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 平常心即是佛 你現在需要的就是一顆平常心 我不是佛 我就知道男女有別 嗯 原來不知道底細 也就罢了 可現在明白了 怎麼還能男女同事呢 哎 畢竟男女有別嘛 哎 哎 那紅船上不都是些女人吧 你怎麼就可以在船上呆著呢 哎哎 哎 兄弟啊 佛祖普渡眾生也不分男女啊 你還把他看成個女子啊 說明你還沒有脫落身心 三角說得對 只要大家做到身心脫落 設計雜念 無心即佛 哎呀 好了好了睡覺了啊 睡覺睡覺睡覺 來來來 哎 你脫衣服啊 你這幹嘛 給 不好意思 睡覺了 哎 嗯 嗯 嗯 發政師兄 你在想什麼呢 我什麼都沒想 你是不是 在想小娘落法出家的事 睡吧 小妮呀小妮 法正既然劝你不要出家 那就说明她心里有你 你又何必应要坚持呢 师探 我不想成为她的包袱 可是一旦薛法 就再难复得 你不后悔 小妮 你还记得山通长老 为你开的医疾药吗 叫耐心七分 你明白吗 七少政现已现身南少林 我要铲除南少林寺 大道君若能助我一臂之力 剿灭了南少林 福建的通商权就是你的了 童大人能说话算书吗 大道君你忘了 我们可是割发蒙国士的 童大人的兵马三天之后三斤前 能赶到南少林吗 一言为定 有您这句话 大道也绝不会让童大人失望的 过几天我们会在南少林 供饮清宫酒 供饮清宫酒 告辞了 书不远送 请 请 童大人 你真的相信大道正雄能铲平南少林 重商之下必要有勇夫吗 童大人 真的轻易要把福建送给大道正雄 我要给他来一个一时二鸟 一时二鸟 张老在那儿呢 在哪儿呢 走 过去看 张老 你砍这些竹子干嘛 对啊 你们猜猜 不是喂熊猫吧 怎么会呢 我只有法学才喜欢吃竹子 你才喜欢吃竹子 张老 你看这些竹子不是要造兵器吧 你怎么知道我要用它造兵器 我是瞎猜的 你没听说过吗 当年你父亲带兵抗击倭寇时 就是用着毛竹造了一种专门对付倭寇打刀的兵器 父亲用我的兵器 没错 七将军造的这种兵器名字叫狼显 狼显 张老造兵器是为了对付倭寇的大刀 对啊 这个竹子要圆口 平端三尺枝叶要留着 拿这个扫地还差不多 用这个竹竿子真能对付倭寇的长刀 你不信等造好了一事便知 大概是你师父又在砍竹子了 我们师父也来了 师父也来了 咱们去看看吧 走走走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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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做狼显 是啊 那要造多少 狼多当然要多造些了 来来来 咱们也砍 来来来来 快看来 师兄啊 你这人就是这样 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打个招好 来来来来 这是力气活 女人怎么能干 女人怎么了 不信咱们比试比试 好 你说蓝 蓝师太啊 就是不想让蓝人小看了 我师父是藤师太 你敢不敢和我比啊 我跟我师父一样不敢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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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啊 好久不见了 想不想我们啊 想不想我们啊 好久不见了 我们可想你啊 也不过来看看我们 不是啊 你们注意了 现在这狼血没有毒 到对付倭寇时 就会涂上剧毒 大家要小心了 现在 可以操练了 好 大家听着 现在需要有人假扮倭寇 以便于有力实战 我不当倭寇 我也不当倭寇 那我来当吧 不就是假的嘛 也成不了真倭寇 哎 我来做我倭寇 谁来做我对手 我 小妮 这里没有小妮 小妮 我 送你法号子云 哎 小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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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哎 啊 啊 啊 哎 小妮 你已经死了 我就是倭寇 快点过来 谁敢出来呢 谁来跟我打 你 法能 你看清楚一点 我不是鬼四郎 鬼四郎 少废话 我要杀了你 法能 我可不是鬼四郎 我可不是鬼四郎 你看清楚点 法能 我一定要杀了你 你看清楚一点 我可不是鬼四郎 救命啊 法能 你疯了 法能 救命啊 法能 法能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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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能 你看清楚 他是法明啊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法能把我当成鬼四郎了 他是法明啊 法能你动错了 法能 法能 尊敬的方丈 尊敬的方丈 我们是从日本来南少林求学禅礼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四 欢迎来自福桑的高僧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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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尚 洞山师父的法号 让我想起了唐代东营高僧 名叫洞山梁架 巧合 实在是巧合 洞山梁架有一句很出名的蝉语 是什么来着 西天 我们东营有这么个和尚吗 好像有 笨蛋 干嘛给我起这个名字 宝敬三昧这本四言诗集 你们都读过了吧 我想起来了 方丈所说的 是不是于堂国师写的 诗集就是洞山梁架的九十四句诗 方丈说的我不清楚 可是我听于堂国师说过 佛法本来没有什么 吃饭 穿衣 吃茶罢了 这吃茶 吃饭 又穿衣 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禅礼 于堂国师是说佛法 原本没什么特殊的秘密 和我们平日喝茶 吃饭 穿衣 一样平凡 好 两位师父远道而来 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对不起方丈 我们是来求学的 还请方丈多多关照 阿弥陀佛不必客气 两位师父 请 师弟啊 我可又闻到了一股鬼气啊 非要叫董珊这么个名字 可见这是自找苦吃 我以为董珊是个可敬的僧人 也以为中国和尚 未必就知道董珊良家这个东西 和他们懂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尤其是那个元兆老和尚 以后 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要学他们 我们要好好地研究研究他们 对了 那本《四言诗集》和《洞山良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洞山良家? 嗯 洞山良家 有了有了 那就快点吧 原来宝敬三妹就是这个老和尚收集的 共九十四句 其中一句是 前行觅用如鱼如鲁 嗯 这是什么意思 前行觅用这句诗呢 是指暗中行事而不为人知 但不是让你坐监犯客的意思 坐监犯客 这好像是在说我们 这是书上说的 它是指每日言行要守本分 绝不能过分炫耀 不要再念这些东西了 他与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如鱼如鲁中的鱼和鲁呢 都是鱼的意思 这句话教导禅者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像愚蠢的人 因为这才具有人生的真实性 这和日生于东方而日落于西方的宇宙法则是相同的 你不要念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首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我只想抓到七少镇 首领 我们要想瞒过他们 我们就得学会这些 否则是会露馅的 放开 发灯 快过来 快帮把手 什么扁豆 什么事 总之最好的菜 你帮我多摘一点 师兄 这是要找点什么贵宾 你们不知道吗 今天来了远方的客人 客人 不是从京城来的吧 京城算什么 人家可是从福萨来的 小的不如我扣 他们说的没错 好像是几个日本和尚 方丈说让我们好好的款待他们 可是我们四里也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 不过做点摘菜给他们吃吃 还给他们弄菜 师兄 你们需要什么尽管说 我们有的都给你们 好 用点水果 好 快去 还有水果 快去 是不是干嘛对他们这么热情 就是 这还用问 你一直帮吧 干活 切 走吧 很好 真的很好 好什么好 没有肉 没有酒 这算什么东西 少林 我们平日吃惯了肥腻 现在尝一尝中国寺院的素斋 还是别有一番滋味 齐田 你是不是中了什么邪了 少林 不就是吃饭吗 不知为什么 自从我进了南少林寺的那天起 我就觉得心神不宁 你说为什么 少林 也许我们做了个错误的选择 胡说 少林 怎么办 请进来吧 河野小姐 河野小姐 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 河野小姐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你真是胆大抱天 居然混进南少林 河野小姐敢做的事 但是我当然也不怕 你想在这里捣乱 真是妄想 河野小姐 你也是日本人 我们就一起合作 对付南少林吧 你真卑鄙 如果你要是不乖乖的听话 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你们想威胁我 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们就别想得逞 你别忘了 你母亲的生命还掌握在我的手里 要不然我就想方丈告发你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很简单 夜深人静三经的时候 你把山门打开 把我们的人放进去 即使我帮了你们 你们肯定也成功不了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南少林武僧的对手 河野小姐 你不要太小看了我们 只要你真心帮我们 你会得到应有的奖赏 要是你出卖了我们 你应该知道 我们就和南少林同归于尽 你相信吗? 我相信 像你们这样的人 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你的武器很好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等到三经天你把山门打开就行了 你现在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 天黑的时候我在这等你的消息 少林 我们真要在今天夜里采取行动 不错 不错 妈妈 我该怎么办 魔鬼就在我身边 他们就要对南少林四下毒手了 妈妈 华子绝不是胆小鬼 可是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我 我却不敢向方程揭露他们 妈妈 你说 我如何才能去制止这场罪恶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曾经说过 在我遇到危难的时候 小偶人会保佑我的 小偶人啊小偶人 你一定要保佑华子 发敬 放进 再求小偶人哪 你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师兄 把真相告诉我 师兄 昨天寺里来的那几个日本和尚 根本就是倭寇 倭寇 师兄 师兄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告诉方丈 可他们用妈妈的生命来威胁我 卑鄙 他们今天夜里要偷袭寺院 真的 他们要我三斤天打开山门 放他们进来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全告诉师父 可是我不敢 如果师父 他知道我是女人 而且是和倭寇乘同一条船来的窝人 他会怎么看我 我明白 我已经无法在寺院里待下去 我 我还是去找师父说明白吧 发敬 我们一起去见师父 走 马上 发敬 你们站住 你敢投进我们谈话 发敬 你这事瞒着我就不对了 难道你还没有把我当成你的生死朋友吗 我只知道你是个女人 但我还不知道你是个窝人 其实 自从我知道你是女人的那一天起 你就该完全相信我 发明 窝人 窝人也是人哪 那有什么 发明 谢谢你 不过 你是窝人这件事 现在跟师父讲 那是不明智的 可是不能因为我自己 而是整个寺院陷入危险之中 发敬 你听我把话说完 发敬 你好好想一想 即使你如实向师父坦白一切 这种事情师父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师兄们会感到愤慨 尤其是法能 如果他不肯原谅你 那 那你怎么办呢 你来南少林是学习武功的 现在被赶走了 功夫岂不是半途而废了吗 发明说得有道理啊 可是我们能怎么办 今天晚上我可就要动手了 反正你别急 反正你是窝人已经是事实了 现在只有你知我知 还有他知 绝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我们可以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倒有一个办法 华明 你先回僧房 千万不要睡觉 要面不露塞 让师兄们也不要睡觉 以有动静 马上带师兄们出来 好 我办事 你们放心吧 快去 好 这边请 方丈居然也这样辛苦 这是我们出家人每天必须的作物 何为辛苦 这叫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身为僧人不可不劳而获 不可夺人所好 要自食其力 这就是说出家的人不劳动 就不可以吃东西了 你理解错了 身体的劳动成为作物 我们出家人劳动不是为了生活 而是为了作物 作物是为成就佛的心愿 既然如此 作物会使人感到幸福 一日不劳动不作物 再好的食物 也无法下咽 方丈真是令我敬仰万分 东山师父 非常敬重您渊博的学识 晚饭后设下茶道 请师父过去讲禅 望师父一定赏脸光临 好 到时候我一定去 好 四弟 一天夜里 五祖发眼晨时和他的三个弟子 回寺院的路上 手中的灯火突然被风吹灭了 发眼立即问弟子们 你们悟到了什么 灯火灭了 自然要多看脚下 不然走不好路 灯火灭了 还能看见脚下的路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嘛 好 师父你看 夜里三更要防窝寇袭 寺院里有内应更需防卫 我看过了 好像没有人 好 师兄 我得去客房和洞山和尚 喝杯茶 下两盘棋 现在天色还早 你先闭上眼 痒痒神 恐怕有人是有眼无珠啊 五番 陪师父跟客人下棋去 我真不明白 这都什么时候了 师父还有心下棋 五番 你忘了带棋盘了 哎呀 起来起来起来 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 哎呀 你别吵别吵睡觉了 哎呀怎么还在睡啊 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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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脚就你还在睡 喂 你办了一天的倭寇 你还没有办够是不是啊 神经病 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赌 如今我法明修炼的道哈 比你们高 吹牛吧你 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比别人高啊 不比不知道 一比就知道啦 如果我输了 我请你们吃大餐 怎么样 法明行了 你那点本事谁不知道啊 你还是早点睡觉吧 哎睡觉 哎 我们就比今晚谁不睡觉 如果谁睡着的话 那就是修炼无功了 这算得了什么 我做两夜都没事 可是我不做 哎 笨蛋才会上你的当 哎 要不然咱比讲笑话 如果谁的笑话 让我法明笑的话 那就去睡 如果我不笑的话 那就继续讲 哎 哎 你来给我讲 你要是把我讲笑了 我们大家 就都一夜不睡 一言为定啊 从前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山后有座庵 庵里有个老尼姑 哎呀 别讲了 别讲了 我们就是一群和尚 和尚的事情有什么好讲的 嗯 这怎么讲啊 哎 从前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小和尚 山后有座庵 庵里有个小尼姑 哎呀 好了 好了好了 哎呀 老尼姑换成小尼姑 坏了坏去 还是没头发的 还是我给你讲一个 老道士和老道姑的故事吧 哎 好啊好啊 哎 如果你把我假笑了 我就去睡 如果我不笑 大家都不要睡啊 听着啊 从前呢 有一个老道士和一个老道姑 他们呢 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人 哎呀 三角 你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哎 老道姑是谁 老道士又是谁啊 这你都听不出来啊 那老道士就是我啊 哎 那老道姑是谁啊 还没生出来 我没笑啊 大家都不要睡啊 好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那你讲吧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个小房子 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小小老太太 每天走路 自个儿先睡着了 三角 我觉得法明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管的对不对劲啊 咱们先睡觉吧 哎呀 你这人一点都没脑子 你就没发现 法证和法静 今天晚上一夜没回来 准备着我们干什么去了 对啊 真有点不对劲啊 哎 哎 哎 发明 发明 你快醒醒 发明你醒醒 你得让我睡一会儿 窝口还没来呢 急什么呀 嗯 窝口 喂 喂 什么窝口 窝口 窝口今晚要攻打少林 你们不要睡啊 奇迹寺院 他不会说梦话呢吧 是法证和法静吗 长老师父他 他去和日本和尚下棋去了 这太危险了 师父怎么 化解邪恶与杀心 需要很大的佛心和智慧 你们的师父之所以这样做 那是为了救人哪 这种恶人也需要拯救吗 恶人才更需要拯救 日本查道讲和静清记 你们的师父他应该去啊 可是那些人绝不是讲什么和静清记的产者 那你怎么看呢 我担心他们会对师父下毒手 法静 你有些太天真了 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明白那些人的底细 可你没敢说出来 你的师父连恶魔都敢拯救 难道拯救不了你吗 长老 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 你们提估些什么 没什么长老 你们明明在说话 还敢说没有 我 长老 发静有事要求你 发静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个懂日本话的人 长老 你既然这样精通日语 一定懂得日本茶道 长老 我 你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嘛 长老 我懂 懂就好 长老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中国人啊 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这有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你懂日本话而已 长老 可是南少林寺 没有一个和尚是外国人 这有何妨 你发静如果真是外国人 那不就是南少林寺第一个外国和尚了吗 多谢长老宽恕 可我 我是个窝人 哎 窝人也是外国人 发静 你大可不必担心 只要你是个男人就成 发静 你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 现在就给你师父表演一首茶道技艺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多谢长老关照 多谢 我这就去 谢谢 我人就是虚伪多礼 快去吧 别让茶凉了 哎 法政 你留下来 长老 我留着干什么呀 啊 我先睡一会儿 等到三更天 我还让你帮我开山门呢 长老 打开山门 不正好让窝寇有机可乘吗 你怎么知道窝寇要来 我 我要来个开门引狗 再关起门来打狗 哎 发静 你怎么还不快去 哦 我这就去 哎 别忘了给你师父拿点点心 是 发政 时间还早 睡一会儿吧 千万别闭上眼睛 哼 点灯 阿佛 那 我